政府宣布6岁以下的孩子将不再需要强制戴上口罩 不过不少学前教育中心表示会继续让儿童在学校戴口罩 新加坡卫生部也鼓励继续让儿童戴口罩和面罩上课 以确保自身的健康安全 随着疫情好转 政策逐渐松绑 但教育单位仍谨慎因应 幼儿培育署发函表示 希望所有两岁级以上的学龄前儿童继续佩戴口罩 多数学校表示赞同 规模最大的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属下的 Sparco Toss学前教育中心表示 会和父母密切合作 职总幼乐园My First School也表示 孩子们已经适应了戴口罩 中心还开发了一个资源工具包 教导孩童戴口罩的重要性 多数家长也认为 让孩子继续戴口罩比较放心 年幼儿孩子较难正确佩戴口罩 需要家长和学校的共同监督 持续保障孩子的健康